美国客家会馆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名为客家汤圆日寒冬送暖衣的活动 号召了南加州的客家乡亲以及多个侨团代表 募集了二手衣送到洛杉矶的中途之家以及流浪者之家等机构 客家会馆也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客家汤圆给在场参与活动的来宾品尝 除了寒冬送暖之外呢也暖和了大家的胃 美国客家会馆大洛杉矶客家活动中心才落成启用 就热烈的举办一系列活动 这一次是邀请了许多客家乡亲及侨团代表 大家一同响应客家汤圆节寒冬送暖衣活动 义工们帮忙将一箱箱一袋袋目集到的新衣和二手衣物分类整理 其中保暖用的卫生衣手套及袜子总共三千多件 大伙先送到洛杉矶中途之家以及流浪者之家 在集中发放给在洛杉矶的游民 这次非常感谢南加州相当多的侨团 包括慈祭 沈地马斯 人文学校 中文学校 中国大传宴室 洛杉矶法商经贸 空小 客家会馆 还有台湾同乡园会等相当多的社团来支持这个寒冬送暖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龚中成 致辞时表示客家乡亲主办这场爱心的活动 为南加州华人社团融入主流社会 贡献爱心做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洛杉矶中心主任简许邦 洛杉矶台湾贸易中心主任严慕松 及美国华裔民选官员都到场支持 就我们侧面了解洛杉矶的当堂 大概有两万多个homeless的游民 那尤其在寒冬的时候非常缺乏的就是一些 医务这方面 加上一些力量一些关心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到 也希望我们大家在一家村之下 一条心之下能够在发挥我们冬天的一些爱心 参与的社团及乡亲们 大家排成一个爱心高喊台湾加油 多位担任义工的客家乡亲 亲手做传统客家汤圆及客家家常菜 让大家品尝客家人的好客与热情 也联络了洛杉矶华人社区 与各社团之间的感情 同时获得社区的热情回应与掌声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